他这才能是这么说法的 不是叫你每天盘腿面壁去修订 不是这个意思 也正是《金刚经》后面两句话所说的 不取余相如辱不断 不取余相就是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诱惑 现在这个世界科技的发达 日新月异 叫人看了眼花缭乱 你看了之后辱辱不动 绝不被他所动摇 这是你有功夫 你有主宰 这叫有定 而看的这些东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不是我不知道 我样样都知道 这叫智慧 这个就是六波罗蜜里的波若波罗蜜 你有智慧 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 我们买一只电冰箱 这一个电冰箱好好的用 好好的保养 至少可以用十年了 这十年当中那个电冰箱的进步变化很多 我天天看到啊 我要不要再去换一个新的呢 不需要 我家这个还可以用 还好好的 这就是你有定工 你不会为外面境界做动摇 不至于看到 哎呀 这新的了 我这个旧地人家来看到好像我很寒酸的 不好意思赶紧去换一个新的了 那你就被外面境界迷了 你没有智慧 你也没有定工 你被迷了 你的日子当然不好过 为什么呢 你收入这些钱都被这些天天的日行月异在那里变化的 都被他们骗去了 所以佛法叫母 那是母啊 这个东西都是母 五花八门都是母 要折磨你呀 来引诱你呀 让你动心啊 让你去买他的东西 让你把所有赚来的钱统统供养奉献给他了 那叫母精啊 有智慧的人如如不动 我穿的团 吃的饱 住的房子不要大的 我常讲啊 房子大了 是替房子做努力 好辛苦啊 所以房子越小越好 生活才自在啊 有智慧的人 就生活快乐 幸福美满 心里面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烦恼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人神心生活啊 哪里像世间人过得这么辛苦啊 佛教导我们的 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 最后一个科目 这个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 那是达到究竟圆满 普贤菩萨 跟其他菩萨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一类的人 心量广大 他起心动念 都是为一切众生着想 他没有想自己 也没有想家庭 也没有想他一个国家 一个世界 他是净虚空变法界 这个心量就大了 大到真正圆满 这样大的心量 他所修的一切行 都叫大行 你们念 无量寿经念的很多啊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各个都是修的普贤星 每一个人呢 那个心量 阎光的圆大 跟阿弥陀佛一样 跟阿弥陀佛看起 那个行持就叫做普贤星 那么我们再要谈到 佛法修学的层次 程序 这是佛在经上常说的 信及行政 第一 你要有信心 如果对佛法没有信心 你就不能接受了 可是对佛法要产生信心 实在是这样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世书世间法里常讲 缘缘分 佛法里面讲的 善根福德应援 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应援 这个事情就难了 我们仔细想想 这个话 地区很有道理 我在年轻的时候 在学校念书的时代 在那个时候 社会上 破除迷信 大家都把佛法看成迷信 所以我们从小 那个观念里面 这个东西是迷信 没有法子接受 那么佛教表现在外面 那个样子呢 也真的是迷信 在这个台湾 因为地方小 大陆上几位法师到了台湾 常常有讲经说法 在大陆上没有啊 到以后我们才明了 大陆上能够讲经说法的法师 大概不到十几个 国家那么大 佛院那么大 所以只有在几个大都市里面 才有法师讲经 像我们住在这个农村里面 小县市里头 根本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讲经的 只听到说和尚念经 没有听说过有讲经的 所有表现的都是杜死人 这个寺院他们跟死人往来啊 都跟他们发生关系 好像跟活人没什么关系啊 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年轻的时候走教堂 走基督教教堂 还听听牧师讲讲道 有的时候听说还蛮有道理 反而佛法还不如他们 所以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对于基督教 对于伊斯兰教很向往 我在伊斯兰教里头一年呢 在基督教里头两年呢 但是佛教里面是决定不能接受啊 到台湾之后 我想学哲学 跟方东伟先生学哲学 方先生跟我上课 最后一个单元呢 佛经哲学 告诉我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恍然大悟 佛教里头有这么好的东西 可惜没有人知道 实在讲 您出家的法师也没说过 出家的法师 您来学佛 您来念佛 为什么学佛 为什么念佛 说不出来 怎么能叫一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很糟糕啊 很顽固啊 如何能接受 所以我接受方先生教导之后 才知道佛门里面有宝啊 有好东西啊 可是这个好东西啊 出家人说不出来 我们只有到寺院去找经典来读 非常非常地可惜 以后才听听法师们讲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